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创伤 最后就引发了皮肤病 他整个人他的免练是肿胀到很红 会看到那个照片真的太可怕了 就是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 没错 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伤口 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效果 就是需要去看医生 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病毒造成的呢 里面有说就是它是一个单独的细菌感染 所以就会引发到这么严重的后果 导致他要去看医生 吃药才会变好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探讨这个话题 关于小伤口 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呢 会引发一些怎么样的后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大主题 在日墙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外伤往往在所难免 有些人总会不以为意 将伤口放置不管 甚至也不为伤口消毒 让伤口自行愈合 其实这样的行为 不仅不能让伤口愈合 甚至可能引起单独感染 单独属于皮肤细菌感染 细菌通过伤口入侵体内 使伤口局部的皮肤出现红肿 骚痒 热 痛等等症状 此外 单独也能从受损的鼻棉膜入侵 导致脸部单独感染 近日就有新闻报道 一名男子的脸部受到单独感染 导致脸部肿胀 甚至还变了痒 究竟单独的治疗方式是什么 在日常照顾伤口 需要留意什么事项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挑战 跟着专家一起学习 是的 我们为了这个主题 我们现场也有专家在现场 帮我们解答所有的问题 我们先欢迎皮肤专科医生 张志远医生 Dolte Benji 你好 Dolte Benji 你好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怎么挖鼻孔 也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创伤 很严重 所以当你挖鼻孔的时候 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沾膜 你鼻孔里面的沾膜 那个黏膜 那个内生乳酵 所以当它有伤口的时候 每个伤口就可以导致细菌感染 它有一个伤口 可以给细菌进去导致皮肤感染 所以其实不管挖鼻孔 任何身体部位的伤口 都有可能会感染病毒 对 任何一个方法来导致皮肤有受伤的话 都可以导致皮肤感染细菌 那后来因为经过医生的诊断 就是说它是单独引起的 其实单独是什么呢 所以单独它其实是一个真皮层 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分成两层 第一层跟第二层 真皮层是第二层的表层 所以它是在这一层的皮肤感染的细菌 然后有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 下面的零把销零巴线 所以会导致有种这样的症状 这个单独是 比较 另一种病叫cellulitis 它就比较深层的皮肤感染细菌 这是比较表层的皮肤感染细菌 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皮肤感染细菌的症状 感染就比较普遍 我们看的比较多 它会影响我们的淋巴系统 其实影响淋巴系统的话 是不是说后果很大 很严重啊 不会 它只是会影响到说 那个淋巴会阻塞 所以导致那个皮肤那个时候会肿脏 但是要是你长期 时常有单独或是cellulitis的 重复性的那个感染细菌的话 那么那个淋巴会受伤 然后导致那个受伤的部分呢 时常都会肿 怎么说重复性的感染呢 就是它一旦有感染过单独 它就很容易再次感染吗 它有机会再次感染单独 所以有一些病人 就很容易感染单独或是cellulitis 所以它们会重复性的 在那个地方感染那个细菌 然后那个淋巴就会受伤 受伤了过后那个淋巴的 drainage就导流 就变成一个问题 所以那个部分呢 就会时常肿脏 当这个时常肿脏的时候 它们那个皮肤就会有变质 然后变成更容易受伤 所以它就重复性 一次再重复再重复再重复 可是刚才教授也说 单独其实它是蛮罕见的嘛 它不容易感染 比较少见 比较少见 那其实它是从什么细菌 我们是接触什么表面 才会被感染的呢 是 所以单独呢 是由group A beta-hemolytic chryptococcus导致的 华语是叫 A组 beta-溶血性链球菌 这是最普遍看到的 那个细菌感染 但是of course其他的病毒 好像staphylococcus aureus 都可以导致的 这些病毒呢 其实病菌 就是病菌 病菌 平时都是在我们身上都有的 在哪里 都会有 在我们皮肤身上 我们皮肤身上 都有很多细菌的嘛 对 所以我们其实都有的 当我们身体的 这些细菌的balance loss掉的时候 这些病毒就有机会去散 尤其是有伤口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入侵我们身体 可是什么样的伤口 特别容易感染单独 其实每个伤口 都有机会感染单独 就是比方说抓伤啊 还是昆虫咬伤啊 对 你可以是 只要是你皮肤弄伤的话 都可以有 有中单独的几率 第一好像说 你去抓它 你被蚊子定了 你去抓它 你有试诊 你去抓它 你牛皮线去抓它 你放个inflexion去抓它 或是说 暗瘡 三暗瘡 暗瘡 都有这样的机会 你动手术啊 你不小心跌伤啊 都可以 只要是你皮肤有受创 就有机会中到单独 所以它是可以通过空气被感染 不是通过空气 通过 接触表面 接触 对 最后是你的手肮脏啊 对 你已经受伤了 又再去抓它 又或者是单单皮肤痒的话 我们抓伤也有可能 都有这样的可能 只要你皮肤一抓伤 你就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很多时候 当我们看到病人 特别有cellulitis 那里老人家 我们都会去查它脚趾 叫它指甲 看看那些地方 是不是有受伤 因为可能是 从那个地方而上来的 为什么是查脚趾 是不是特别容易 感染单独的地方呢 单独 单独 像我讲单独 就我们比较少见 我们比较常见的是 它的哥哥 谁 cellulitis 对吧 比较深层的那个感染细菌 很多时候都是在脚部 下肢 下肢 可能脸上都可以中 所以当有人下肢有受伤 或是有感染细菌的时候 我们要看看 它哪里是那个 细菌是从哪里进入的 所以我们要看胶脂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老人家 可能受伤了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 没有发现到 或是有的时候 是一个很简单的小伤口 他们也没有注意到 有的时候是 他们因为他们有湿疹 一次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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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受伤了 所以细菌可以进去 细菌如果说 从脚趾进去的话呢 它的病发呢 是在下肢和面部 是比较多的 下肢罢了 有没有讲说 下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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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并不会影响到面部的 面部的当然是要面部 面部的皮肤 的伤口 皮肤的伤口 那身体呢 身体就是比较少几率 比较少见 那如果一旦感染了单独 我的身体会出现 些什么状况呢 所以一旦你感染了单独呢 因为它是一个细菌感染 对吗 所以你会有发烧 在几天内 那个细菌 takes about 2 to 5 days 2到2天到5天左右 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就会这些症状 当然那个 我讲的是 2 to 5 days 是你当你从细菌感染的 到你有出现症状 是2天到5天 当你有红肿的开始 你就会有发烧 你可能会有一些颤抖 Rigal 可能你会觉得 会发冷发热吗 会发冷发热 对 所以这些都是 一个身体的 去应对 这个细菌感染的 一个表现 它会不会痒 痛 它会痛 刺痛 它会痛 刺刺辣辣这样子 对 辣辣 刺刺辣辣 对 所以一般上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症状的话 首先我们可以 如果在家 能够做些什么 要是说 在家 单单在家 治疗的话 应该是不可能 因为 这是一个病菌感染 所以你是需要去看医生 吃抗生素 但是在家的话 它的疼痛 你可以吃一点止痛药 来帮助它痛 你可以敷一点冰 帮助 让那个很烧 那个皮肤的感觉 给它酷到 给它冷下来 舒缓它 那一旦感染了单独 它会没有可能会 有一些病发症出现呢 病发症是很少见 很少见 所以有一些病发症呢 我们可能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好像 Tromboflobitis 就是你的静脉 可能发炎 对吧 静脉发炎的话会怎么样 它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 你给你时间 它其实都是会消 会自己好 反正你都到时 你都要吃那个抗生素了 对不对 可能会有 要是重复地发生 这个 单独的感染的话 可能你的脚会肿胀 这个算是长期吗 它长期肿胀吗 长期肿胀是长期 对 要是你时常 重复地种这个病毒的话 病菌感染的话 它的肿胀是 它会变成长期的 不论你做什么东西 它都很难退那个肿胀 所以那些人的脚 是永远肿胀的 会红红吗 红红重重 会红红的 它就是跟皮肤也是一样 可能比平时的皮肤 还要深色一点点 皮肤表现也可以有变化 有兴趣的话 我们下次再谈 因为很容易会误诊 对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是没有办法 一劳永逸地去治疗它的 很难 很难 所以我们要做的东西 是我们避免 这种事情的发生 而不是当它发生了过后 我们再来去治疗 那个治疗 那长期的肿胀 是很难的 例子是 Lymphostasis varicosa cutis 这种病呢 其实是很难很难去治 我们可以的是 保持它 让它比较舒缓 它的整个皮肤的保护功夫 做得比较好 但是要让它变成 平常的皮肤 变成原本的皮肤 其实是很难的 最糟糕的状况 可以去到怎么样 最糟糕的状况是 因为这个 是表层的皮肤感染 但是它皮肤 那个肝软细菌再跌进去的话 那它可能会造成 Abscess Abscess 华语是叫 我也忘记了 所以我去敲 就是有浓 出浓 有种 对 有浓 或是再更严重的话 它会变Ganguin 那个皮就会死掉 所以这些可能就需要 用动物手术 去把这些浓 排出来 或是把那个 Abscess 把那个Ganguin的 那个死掉 坏死掉的话 要怎么样 皮切除掉 对 它的斑块会变成子斑吗 子斑是 Ganguin对吗 会 会啊 有 它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地少 并不是一个 我们需要真正去担心的东西 像这个状况 就是如果你发现了 那是症状 但是你一直不去看医生 才会变成这样子 对 但是通常在这种 累积多久才会 那个我就没有一个 一个数据 一个数据 但是通常当你发生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几个人 可以真的坐在家里 坐几个礼拜等着他好 你一定会去看医生 因为他会痛 他会很肿 很不舒服 然后你又发烧 你看到你脚这样子的 因为皮肤病是一个 我们全部都看得到的东西 所以通常你不介意 你身边的爱人都会很介意 所以是什么因素会提高一个人 经常有单独的风险 所以就看他们的 他们可能有一些 本身的皮肤问题 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是一个 好像你有糖尿病 可能有心脏病 免疫系统有问题 这是长期的 因为当你糖尿病 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的免疫系统会比较低 所以你很容易感染细菌 你有长期的皮肤问题 好像湿疾病 好像湿疾病 这种病 因为你实际上想去抓它 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可能你吃一些药 药物 这样点的免疫系统的 它都可能造成这些问题 怀孕也可能造成这些问题 怎么说呢 因为怀孕你的免疫系统 有变 比较弱 还是荷尼的变化 免疫系统变化 免疫系统 所以相对来说 就是孕妇 老年人 婴孩也比较容易感染 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是老人跟小孩 婴孩特别容易感染 因为他们免疫系统比较低 免疫系统比较差 当你年纪大了 你的免疫系统 难道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差 所以成年人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低 有没有说跟气候 潮湿 还是干燥有关系的呢 直接关系是没有 直接关系没有 但是说 我们讲干燥的话 要是你本身有湿疹 你的environment很干燥的话 那么你的湿疹 可能会变得比较严重 那么你湿疹的时候 你就会去抓它 就间接地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 就是要减少接受伤 直接的话是没有这样的问题 好的 了解 那稍后我们还要请教doctor 教我们如何处理这伤口 因为你看我们都已经了解到 如果我们轻视这些伤口的话 分分钟都会引发这些皮肤病 是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进入资讯之前 我们来看一些 罕见的皮肤病有哪一些呢 罕见的皮肤病 泪天泡窗 泪天泡窗是一种罕见的皮肤病 因为免疫系统紊乱 而错误攻击皮肤组织 导致搔氧性水泡的发生 这些水泡会在身体的弯曲部位形成 比如膝盖背面 胳膊下方 肘内侧和腹骨钩 泪天泡窗通常不会致命 也不会导致皮肤大面积的剥落 只要使用药物 比如皮质类固醇来涂抹 或是服用药物 症状通常能够在几个月内消失 银质沉着症 银质沉着症是一种 因为体内的银含量过高 而引起的皮肤病 由于银粒子长期沉淀在 内脏器官或者皮肤内 导致眼睛 器官 指甲和牙龈 会永久性地变成灰蓝色 此外 身体也会出现其他症状 比如贫血症 骨髓细胞减少 肝功能异常和神经功能缺损 即使停止使用银产品 这些银中毒的症状也不会消失 是一种非常罕见 而且无法根治的疾病 莫吉隆丝症 莫吉隆丝症是一种妄想性疾病 患者会经常认为 皮肤中有寄生虫 或是纤维状物质在爬行 并且还会感觉到剧烈的遭痒 严重的话甚至会引起窗口 2006年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对莫吉隆丝症进行研究 并没有发现这种疾病 与传染病或是环境有关 并指莫吉隆丝症 可能是一种寄生虫妄想症 所以这种疾病 会着重在心理层面上的治疗 欢迎回到火力交战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小小的伤口 可能是割伤还是抓伤 都会很容易被人家忽视的 又或者是有一些人 会用一些所谓的方间的方法 涂一些药膏 但是殊不知 如果细菌感染的话 就会引发很多皮肤病 所以来到这个环节 我们继续请教Dr. Benji 教我们如何处理小伤口 是的 看到桌上有一堆的这些用具 一些材料我们叫做 看一下家里有时候 我们也未必这么齐全 拥有这么多的消毒药品 一些吃的擦的都没有 那我们先请Dr. Benji 讲一讲 像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单独感染 其实首先我们要怎么做呢 如果是单独感染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吃抗神术 来治疗 需要吃多久呢 那么我就要看那个病情的定 通常呢 它是认下差不多十天到十四天左右 但是有的人呢 可能需要吃更久 但是抗神术是最重要的 我的个人建议是要迟到 当医生讲说 OK可以停了 你才停 而不要实际说 你觉得好了 没有问题了 我就停 所以医生会让你带一些什么 药品回去自己处理那个伤口呢 要说我们有单独的话呢 那么单独不是没事的单独呢 都有伤口 OK 但是伤口可以导致单独 但是单独并不会导致伤口 了解 OK 当然有的时候呢 当有单独的时候呢 你的皮肤可能会有一些破损 它可能肿 可能你不舒服 你去捉它或是什么的话 它可能就会受伤 OK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需要去manage 或是去治疗我们的伤口 但是在大部分时候 单独本身并不会导致伤口 但是伤口可以导致单独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会 怎么处理伤口 对 任何的大小伤口 因为我们在家嘛 有时候你有这样煮腹煮饭的话 很容易就会切伤 对 割伤 小孩子也很容易碰碰撞撞的跌伤 所以这一般上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 怎么去处理我们的一些小伤口 OK 所以要是说小伤口的话呢 那我们就需要去清洗它 OK 要是说真的很小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家里的自来水清洗 我觉得都还是OK 但是要是说你的伤口是比较大的 OK 你有那种凹色溃疡的话 很大个的话 那我们可能需要用这种生理盐水 或是这种水清洗 有什么分别呢 水清洗就是它只是纯粹里面是水 它里面什么都没有 英文叫diskit water 对 可以避免有这个细菌的风险 对 这些全部是已经 无菌水了 它们已经无菌了的 已经去做了一些动作 来给它真的是很清洁 水清洗洗 我这个是无菌水 无菌 其实这些都是stirol的 这个盐水也是stirol的 就是我们已经经过了一些 运程来给它是无菌的 这生理盐水就跟你的身体的盐分的 那个本质是一样的 对 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 或者是纱布呢 或是用棉花去清洗它 直接这样冲可以吗 都可以要是你的很大 你可以直接这样冲 冲了再洗一下 其实我们是直接用这个无菌水来清洗呢 还是说我们用肥皂先清洗伤口一遍 需要吗 很痛 需要吗 很痛 我们就要看那个伤口是多大的伤口 所以在我们厕所这样子看的伤口 那种很大的伤口呢 那个你就做不到了 真的是很痛 很 你的手也不敢下去 对 但要是家里那种小小割伤的话 其实你要这样子洗的话 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但是你要更专业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这些水 就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 就让它洗一下 然后你可能可以敷 IODIN黄药水 一次 黄药水 就那么一次 为什么 一次而已吗 一次 for antiseptic purpose 就是消毒的功能 接下来呢 我个人就不建议 时常用黄药水 因为黄药水呢 会导致 你新出来的那些细胞呢 受伤 所以你的复原的时间 就会满去 这是误区 是咯 我一直都会以为 就是受伤了 就是每天更换药的时候 我都会重新喷一次 很多人都是这么做 让它伤口快速干 所以我们 像我们有时动了手术 帮病人动了手术 那个伤口是开着的 我都不用黄药水的 那用什么 这些水清洗伤口 清洗干净 然后放一些药物 帮助伤口修复 然后再用这些胶布 去关注它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 antibiotic cream 来敷在那个伤口上面 再用这些胶布 去关注它 不同的胶布 有不同的作用 像我给你看 这些胶布 这个胶布就比较大片了 是可以 这个是 是比较大片的 所以它的功能呢 是可以保护 那个伤口 比较大的伤口 这个可以 包这样大的伤口 直接包 它可以吸取那些 伤口流出来的那些 浓水啊 血水啊 它是怎么用呢 是粘着 对 你就这样开着 这样开起来 那边就是粘着 所以它就是好像 大片的blaster这样子 直接覆盖着我们的伤口 对 但是它可以帮助 吸取那些 血水那些东西 所以更好地保护 那个皮肤 可是它这个有粘性啊 不会有伤口都会不会粘着 不会的 这个 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牌子 我不讲什么牌子 是因为它的粘性 是不会让 令到皮肤受伤的 不会二度伤害 不会 嗯 所以我们的药要先 就是我们中间 也是要先敷一层药 直接敷药在那个伤口上面 在皮肤上 再关起来 然后就盖一下 对 所以这个就是 一种阻碍 就是你放着 敷着 然后你可以放纱布在上面 这个吗 所以油油的 你看 哦 所以这个油油的表面 就是 它整个都是油油 它是油的纱布 嗯 在布袋 哦 整个都是油 没有前后分的 没有前后分的 这个就没有前后分 通常我们用这些 纱布还是贴布呢 多久要换一次啊 哦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嗯 嗯 要是是一个很大的伤口 要是我们用这种 我们叫modern dressing的话 嗯 OK 我们modern dressing 我有的时候 我会留住 三到四天 嗯 再换一次 怎么可以这么久啊 可以 嗯 我们现在的新的那个 我认为是我们不每天洗伤口 哦 为什么 我们不每天洗伤口 嗯 因为 当你一个伤口的时候 很大的伤口在 啊 当它的细胞开始进来 嗯 修复的时候 嗯 你每天洗 你把那些细胞就洗掉 就是把那些细胞就洗掉 所以它修复的时间 比较慢一点点 嗯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时候 是用这些比较贵的 这些 贴纸 胶纸 嗯 所以它会帮助 嗯 把那个伤口修复 嗯 所以要是 要是伤口不是很肮脏的话 它的 感染细菌的那个程度 不是很严重的话 我很喜欢放三到四年左右 不过前提是我们要防水 就是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呢 就要防止水弄湿它 这个当然要防水 这个是防水 因为你不防水的话 那冲凉它就跟着 嗯 所以这个本身已经防水了 这个本身不防水 不防水 嗯 嗯 这小伤口就可以这个防水 嗯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人 他要洗澡的时候 是敷那个保鲜膜是吗 对对 这样子来防水 你可以用 用零件什么零件 不然的话很难 保留到三四天 对 但是这个是不 这个是可以防水的 你可以直接洗 通常我们用这个 在比较小的伤口 所以那种伤口呢 我们时常 换的话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嗯 那除了这些敷 这些贴布啊 或者是用这个药膏之外呢 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还需要吃这个抗生素啊 抗生素是要看那个 病情 那个伤口的情况 伤口 就是那伤口是 我们觉得是肮脏 有细菌感染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吃一点抗生素来帮助 杀掉那些细菌 所以这四种都是抗生素吧 可是我们看到对啊 有不同的 是不是因为不同种类针对不同的伤口 不同的 这两个是抗生素 这两个是指痛药 这些药品都是要医生开我们 抗生素是一定要的 这边其中一个 一个指痛药呢 是Panadol 如果是你的痛 只是很简单的痛 那么吃Panadol 其实都可以 Panadol每个人都懂 7-11都买得到 所以那个就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抗生素 我的个人 建议是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让医生去开那个抗生素给你 对 我们不要滥用抗生素 因为当你滥用抗生素呢 那么那个细菌呢 就会产生一个抗体 那我们下一代的 下一代的人呢 要用抗生素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问题 我们叫Antibiotic Resistance 所以现在很多 已经很多 很多病菌 已经产生抗体 所以我们以前用的抗生素 可能就没有这样有效果 以前我们可能用7天 可以看到效果 可能我们现在用14天 才看到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越吃就越长 那时间 像那伤口我们包扎 通常要包到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够去 才可以拆掉这些 就是让它不需要再包了 让它自动好这样子 这我们就要看那个 伤口的情况 是不是它已经结痂了就可以 要是小伤口结痂 你可以不需要做什么东西 但是要是像我们 我们平时看的那种伤口很大 我们就给它的皮肤 真的是差不多关到完了 我们才可以说 不需要包扎 要不然要是说你的小伤口 你可能不小心割到一点点 对 可能你放一个 Handy Plus 就已经很够了 可能你不放Handy Plus 都没有问题 对 所以我们要看伤口 然后我们就再做决定 如果有些伤口 它已经开始流浓了 要怎么处理呢 如果是流浓的话 那么我们真的 我个人会很建议你们去看医生 要看看那个浓 它的深度到哪里 如果它真的很深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开刀 把那个浓流出来 我们可能需要吃antibiotic 我们可能也需要送那个浓 送去化验 看看是什么样的细菌导致 所以我们可以更 更准确地对症逍药 用哪个antibiotic来给 有时候那个浓也不大 然后也来不及看医生 它自己破了 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吗 可以的 要是说它不是很大 它真的很小 好像你的Pimpers这样子 因为你可能可以 查一点的antibiotic 再observe 再看看多几天是这样子的 就像你的小小粒 那种Pimpers那种 暗藏的那个OK 我是讲那种比较大的 我就建议不要 很多时候要是比较大的 它其实你把它挤出来 你没有去好好的 它的根源还在是吗 它还是会accumulate 会重来 好像刚才我们说 那个单独它未必是有伤口的 那如果它是没有伤口的 那个单独 它的表面是不是很刺痛 用冷敷法的话可以吗 可以 你可以用冷敷法 那么你可以拿 在家里的话 你就拿一条毛巾 放一点冰块在中间 把毛巾遮起来 然后用那个下面那一层 就敷着 20到30分钟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它会消肿 它会帮助消肿 不能超过20到30分钟 不要太阻 因为那个冷会 烫伤 对 会冻伤 会冻伤皮肤 冻伤皮肤 所以这只有这个方式吗 来舒缓伤口 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建议大家 就是 剪除一些 就是单独的伤口 所以那个不是伤口呢 是皮肤的症状 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可以吃一些止痛药 或是消炎药 消炎药我们叫 anti-inflammation 跟冷敷 就这两个 然后你是antibiotic 可能10到14天 可能摆第7天呢 你就看到它已经进步了很多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像你们看到那个照片 对你们讲很恐怖 对不对 但是差不多第7天左右 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皮肤的重 已经消到好像平常了 但是它可能会留一个印 那个印是深色的 那个印也是会慢慢地退掉 像刚才新闻里面那个男子 感染单独的话 这种需要住院吗 大致上是不需要住院 除非你真的是 你吃不到东西 你喝不到水 你的整个人真的很弱 或是你厌血 你的一些变化 那么你可能就需要进院 打antibiotic 消炎诊 不然的话 其实大多数时候 都是在家可以吃药 去解决它这个问题的 好的 那非常感谢 Dr Benji 叫了我们怎么处理伤口 已经讲解了单独 如果你们要好好处理伤口的话 那个影响可大可小 所以大家在家的话 就是要准备好 这一些消毒用品在家 随时准备应急的 那非常感谢Dr Benji 谢谢你们的讲解 好了 这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 帮助伤口愈合的营养素 又有哪些呢 资讯回来 我们会有便当好菜图 帮助伤口愈合的营养素 维生素A 维生素A是促进 伤口愈合的维生素之一 它在加强胶原蛋白的合成 以及维持粘膜细胞的完整上 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如果身体缺乏维生素A 身上的伤口会愈合得很慢 而且增加细菌感染的几率 如果想要增强伤口的愈合能力 可以使用鱼肝油和肝脏 或是也可以从深绿色蔬菜和黄色蔬果类等 如花椰菜 菠菜 红萝卜 鸡蛋和芒果等食物中摄取 鑫 鑫是人体必须补充的微量元素 它可以帮助身体制造细胞 协助皮肤细胞的代谢更新 以及提升身体免疫力 此外 心也是合成蛋白质的辅助因子 有助于加快伤口 新生肉芽组织的形成 同时还可以对抗其他的感染或病毒的入侵 深绿色蔬菜 黄红色蔬果 甲壳类海鲜和坚果类 如橘子 柠檬 三石流 青椒和牡蛎等 皆能帮助补充心 蛋白质 蛋白质是身体里不可缺的营养素 其具有合成胶原蛋白和维持免疫力的作用 而蛋白质当中的氨基酸 能够帮助修补身体的粘膜 有助于伤口的修复 这也意味着 如果没有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便会延后伤口的愈合 降低抵抗力 甚至是引起并发症 因此医生建议 可食用肉类 海鲜 蛋类和乳品类等蛋白质 来促进伤口复原的速度 欢迎来到便当好菜股 那今天呢 因为我们都说 不要忽视小伤口 否则的话呢 会引发一些皮肤病 那如果有小伤口的话呢 当然愈合也是一个问题 要让它愈合得好 没有疤痕呢 我们今天要介绍大家呢 一道汤 可以让你的皮肤呢 漂漂亮亮的 好 我们欢迎我们的营养师 Karen老师 老师 你好 你好 菁云 你好 那今天我们的这道汤呢 是对皮肤特别的好 是吗 特别的好 是什么汤呢 那我今天呢 就为大家介绍这道 番茄美颜汤 番茄美颜汤 对 主要就是番茄 对 老师 那基本上我们还需要的食材呢 就是有这个黑木耳 黑木耳 对 我为大家准备了 因为这道汤 如果只是吃番茄 或者喝番茄汤呢 大家就会觉得很单调 不如干脆就吃番茄 干脆就吃番茄 对啊 那我就准备了这个黑木耳 你看今天的这个黑木耳 特别新鲜 就是今天早上 刚刚在市场上买来 它是属于生动性的黑木耳 它不是干的黑木耳 泡软的 对 所以它是属于生动性的黑木耳 然后这道汤里面呢 如果是一个人份 一人份的话呢 就是一颗番茄 然后大概是五到六片的这个黑木耳 老师 其实有什么分别 生的黑木耳跟干的 干的营养价值有不一样吗 有 有 有 当然生的话呢 它的营养价值会来得更高 因为它是属于新鲜的菇菌类 那菇菌类呢 其实是在我们伤口愈合上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联合剂 它有很高的多糖体 也是一种蛋白质 所以那些动物手术的病选呢 可以吃这个黑木耳特别的好 可以吃这个黑木耳非常好 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一个红番茄啦 是 然后呢 我们还准备了 刚才医生所说的维生素A 可以帮助这个伤口的愈合 对 红额薄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豆干 其实我今天的食谱里面是写 水豆腐 可是我觉得煮出来的口感呢 我觉得豆干的话呢 它的那个口感会比较好 因为它不容易死 比较有点弹性 对 比较有点弹性 但是两者的这个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水豆腐呢 它的水分是比较多的 可是豆干呢 它是经过压榨了水分出来之后的豆腐精华 反而蛋白质会比水豆腐来得更高 OK 所以是豆干的代表就是比较高 豆干的代表就是比较高的 是 但是如果喜欢华内的人呢 就选择水豆腐 对 他喜欢有点口感弹性的话呢 就是这个豆干 对 是的 然后呢 我们还有用红枣来提味 因为老师煮汤了 老师想说 要给这个汤增加它的风味跟口感 我们就用红枣来提味 对 是 而且这个也是养盐啊 对啊 养盐啊 对啊 然后这个呢 其实是一些五角粉跟一些盐 这是椒盐 对 是 这是调味的 对 然后我还有加了一点麻油 麻油 来提升这个汤的口感 然后最后就是香菜 那如果不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呢 可以不加 放冲 放冲 这纯粹只是为了提升它的感觉 整体的感觉而已 对 那整道菜里面呢 营养最丰富的 其实我们要强调就是这一个 番茄 是 因为番茄里面呢 它有很丰富的维生素D 然后也是番茄红素 那今天先别说 如果你是因为伤口而导致说 伤口要愈合 还是怎么样 如果你是平时要皮肤水嫩水嫩的 其实你也是可以 要养颜的话 要养颜的都可以用这个番茄 是 对 而且呢 喜欢酸酸的朋友啊 酸酸的感觉 对对对 又非常的开胃 是是是对 来 我们请老师好上课 其实我就是先从 我先把这个番茄先把它切 OK 切成大概是几份这样子 OK 一般上我试这样子 需要切成小块吗 切丁啊 对 切成丁 对 切成丁 然后我们就跟它这样子会比较容易 是 是 OK 因为水我也煮滚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下 因为这道汤其实它很简单 它很简单 而且它是纯素的嘛 它是纯素的 是 是的 然后我们就 所以先放番茄 先放番茄 先滚它 其实如果自己在家煮的话呢 大概是要滚它一个二十分钟左右 会比较好 那红萝卜呢 因为红萝卜比较硬嘛 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去 大概是二十分钟 也需要二十分钟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下这个红萝卜 OK 我们就下这个红萝卜 对 如果你喜欢切片的也可以 喜欢切块也行 对 或者是滚刀式的 或者是滚刀式的也行 对 是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新鲜的黑木耳 也一起 这个黑木耳煮多久呢 因为听说就是 如果煮不够时间不够长的话 它是有独性的 它会示范独素 因为它毕竟是菇菌类 那其实我也不建议大家泡太久 你看啊 你刚才问我说 生的跟干的 就是干的它的最大的分别 就在于生的不用泡 可以直接煮 干的一般上你得泡三四个小时 然后有些家人们只能嫌麻烦 他会在明天早上我要煮这个菇菌 我就今天晚上先泡过夜 还放在冰厨 对 其实是会有细菌感染的 所以其实我们都不鼓励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买这种 已经是新鲜的 现在市场上都买得到 那我们要煮到什么时候才大概知道说 这个木耳是熟了呢 大概是10到15分钟水滚了 泡了大概是10到15分钟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番茄红素的颜色 它整包汤的颜色是有一点黄黄底的 就OK了 所以就表示那个木耳也是熟了 太熟了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放一些豆干 接下来我们就放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把这个豆干一起放下去了 那20分钟之后 滚了之后我们才调味 才调味 对 所以其实是很容易的 红枣来讲的话 稍微处理一下 就是去掉它的籽 其实也不用 不需要 就是只是把它切开 切开 因为这样子来讲的话 它比较会有口感 因为红枣的精华 红枣大概平时我们自己在家煮红枣汤 也是那20分钟就OK的 是 好 然后我们就大概炖煮一个20分钟 20分钟左右 是 然后就可以下那个盐 一点盐 这个味道就自己失调了 像这样大煲的水 就放多一点 不然等一下他们说 可能小朋友说 妈妈没有味道 那如果我们这样子长期喝的话 肥肤就是水当当的 水当当的 而且还可以有这样脂肪 烘血管的好处 就是和那些瘦身管理的人 特别的管用 是 非常地管用 对 你看最后我就下了这个麻油 来增添它的风味 就是它的体味 它的风味 对 是 是 然后我们暂时打住一下 我们来重温一下 今天这个养盐的 这个番茄豆腐汤的 这个步骤 到我之后还有次来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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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